最近一段时间盆栽果蔬是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盆栽柠檬 盆栽辣椒 盆栽茄子 盆栽百香果 盆栽小香葱这些 但很多花友栽种的这些结果一类的果蔬 就会发现蜘蛛它长势很好 但是它不结果怎么回事呢 有一些花友它更奇怪 它开花了 但是花掉了就是不结果 怎么办 其实有几个原因 有一些植物它开花结果是需要受粉才结果的 但有一些它就不需要受粉 那不需要受粉的这一部分植物 它为什么开了花还是不结果呢 那就看你的盆元素 还有这个甲元素的补充够不够 这些是植物做过必不可缺的一些元素 所以我们在发现 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可以结果的植物 但是开了花不结果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素效复合肥 这个肥是荷兰进口的 它可以给这个植物补充到充足的甲元素 还有盆元素 让我们的这些开花结果一类的植物 能够迅速的长出果实来了 还有一些花有的盆栽果蔬它结了果 但是过不了多久呢 出现了这个果子发软出现掉落的情况 也是因为后期的盆元素和甲元素补充的不够而导致的 当我们养了这些开花结果一类的盆栽果蔬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在它准备开花或者是开完花之后呢 一定要给它补充到甲元素和盆元素去促进它做果 如果需要兽粉的话 我们就拿个棉签每一朵花都沾一下 就能够完成兽粉的工作了 我们下期再见